缅甸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在过去三年中,缅甸电信诈骗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累计影响了30万人,并从中国每年非法获利高达数千亿,对民众的生活和国家的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这不仅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更关乎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何不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实际上,出于三个原因,这是难以做到的。 首先,未来不可预测,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投入巨额资金是不现实的。其次,缅甸的电信诈骗活动在2020年疫情之后突然激增,特别是在2021年加剧,而当时中国正全力以赴进行疫情防控,为保护人民健康和安全而投入巨资,不可能预见并为一个尚未完全显现的风险投入大量资源。 国家的问题解决策略是先发现问题,再着手解决,而电信诈骗的增长速度极快。 事实上,从2021年问题加剧到2023年,国家开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仅一年时间,这样的效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最后,许多诈骗分子是出于个人意愿出逃的,国家难以干预。 这些人多是一些渴望快速致富,但不愿付出努力的年轻人,他们听信他人的诱惑,相信能在缅甸赚取大钱。 就像那位自称从缅甸逃回并成为千万富翁的人,实际上是一名诈骗犯,现已被警方逮捕。 缅甸的电信诈骗业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缅甸军政府和当地民族武装力量的共同保护。 这种保护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电信诈骗能够迅速带来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疫情导致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收入来源。 以往,民族武装控制区域主要依赖博彩业为生,这个行业尽管涉及大量资金,但对社会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 然而,疫情期间边境关闭,博彩业受阻,使得这些地区的武装力量开始与电信诈骗和传销活动相结合,进而催生了庞大的电信诈骗产业链。 至于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2月1日由敏昂来领导的政变后,由于国际封锁,军政府难以通过传统途径发展经济,因此选择保护电信诈骗活动作为收入来源。 电信诈骗活动不仅带来经济损失,还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和国防安全风险。 目前,缅甸境内有约30万名从事电信诈骗的年轻人,这些人大多是中国公民,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 如果这些人员被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将他们转化为对抗中国的网络军团或者武装力量,这将对中国构成极大的安全威胁。 美国已经在多方面尝试削弱中国,如果在这些人群中投资,同时进行电信诈骗和针对中国的政治宣传,军事干扰,将在中国周边形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应对这隐患将耗费中国大量的资源,影响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为西方国家提供进一步干预中国内政的契机。 此事件未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四,首先,事件紧迫,使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无法及时反应,其次,缅甸的军政府及其武装力量与美国并非盟友,美国因应乌克兰及中东的危机而分心,最后,诈骗活动因缺乏外部压力而轻易获利,无需遵从外界意见。 然而,若缅甸的电信诈骗问题持续恶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够将危机转变为机遇,从被动转为主动,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条件,且无需动用武力,实乃非凡成就。 过去,许多网络上的恨国党常嘲笑战狼不切实际,但现状已证明他们错了。 缅甸的情况显示,这不仅仅是战狼的力量,而是东方威严的象征,一只超级大雄狮,仅凭政治手段便足以震慑对手。 为有效应对缅甸危机,我国自去年两会结束后,至今年一月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将缅北国港地区的四大家俗全部引渡回国,并逮捕了4.4万名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 这一显著成就的取得,体现了我国在跨国打击电信诈骗方面的高效能力。 这背后,主要依靠三大策略实现,一、民众的力量结合国家的坚定政治决心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保护民众利益和提升公共安全方面,全球无任何国家或政党能超越中国共产党的成就面对电信诈骗问题的尖锐性,我国没有回避,而是迅速行动,引发了社会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 这一策略,旨在聚集民意,利用民意形成的政治力量,以最快速度推进问题的解决。 这正体现了党和国家解决问题的坚决态度。 凭借这样的共识和决心,国家得以迅速应对这一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紧迫问题,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的有效性。 涉及缅甸内部复杂的矛盾。 虽然缅甸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实际上,其中央政府在历史上并未能对北部地区施加真正的控制。 这些地区,特别是缅北,历史上部分地区曾属于中国,其他地区则有独立的小部落运营。 这种部落统治的格局不仅存在于缅甸,印度亦是如此,尽管这两国历史上存在过几个王朝, 但都未曾实现大一统。 现代的印度和缅甸之所以能够统一,主要归功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他们建立了统一的政府管理体系。 即便如此,缅北地区长期以来仍然是由独立的部落组成,直至二战期间昂山素季的父亲,缅甸国父老昂山与缅北民族武装签订了宾龙协议,共同反抗英国殖民者。 然而,缅农协议包含了退出条款,这意味着从法律上讲,缅甸中央政府对缅北民族武装控制地区并没有实际的主权。 这种状况只有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下,且当地民族不反对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国家的认定。 但如果当地民族武装坚持独立,则他们拥有自觉权。 因此,缅甸的情况远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缅甸的民族武装已经打了数十年的战争,从未向缅甸政府承诺忠诚,这使得从法理上看,缅甸并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定义。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发现了机遇。 在公众强烈要求解决缅甸电信诈骗问题时,长期隐藏在山区的果敢同盟军抓住了这一机会,大张旗鼓地加入了战斗,以反电信诈骗为名,在果敢地区发起了攻势。 战争初期,几乎没有人看好同盟军能够成功占领果敢,但他们的行动却得到了14亿人的支持和祝福,似乎有着不可抵挡的力量。 果敢同盟军接连取得胜利,迅速夺取了果敢地区。 果敢老街的陷落标志着该区域不再有电信诈骗的立足之地。 现在,新的果敢王彭大顺正在清理老街,消除可能残留的电信诈骗势力。 三,采用精妙的军事战略,即在包围中留有出口,有效应对缅甸电信诈骗问题。 尽管缅甸的军政府涉及保护电信诈骗园区并从中获益,我们始终区分对待缅甸民族武装。 电信诈骗分子与缅甸政府从未将缅甸政府视为敌对力量,而是通过持续施加压力和进行劝说。 这种做法,既面对联合军事行动的不断胜利,也考虑到缅甸国内社会的动荡,使缅甸军政府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最终不得不与中国合作打击电信诈骗。 这种策略极为明智,因为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希望缅甸能够解决电信诈骗问题,同时保护中国的利益,而非意图瓦解缅甸。 在此情况下,确保缅甸军政府有退路至关重要,否则他们可能会孤注一掷,这样可能引入美国介入,进而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中国造成不利。 这正体现了围城必确的兵法智慧。 最终,这一策略证明非常有效,缅甸军政府逐步沿着中国希望的路径前进。 在缅甸的最近事件中,我们实现了三个重要的战略成果。 首先,缅甸的政治格局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影响范围。 以往,尽管缅甸经常依赖中国的支持,但并未完全接受中国的领导。 这次事件之后,缅甸政府不太可能再持有反对中国的立场,因为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对抗的代价。 这意味着,中国在缅甸的政治整合中将拥有更加显著的影响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缅甸的未来走向。 其次,这次事件对周边国家起到了警示作用,展现了不应轻视中国的实力。 缅甸的这一行动让其他国家认识到,挑战中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中国无需使用武力也能造成深远的影响。 这有助于保护中国的利益,因为周边国家现在会更加慎重地考虑他们的行动,避免损害中国的利益。 最后,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长期以来,由于缅甸政府的不稳定和低效率,这个项目进展缓慢,成果有限。 但现在,面对现实的压力和为了显示诚意,缅甸的军政府重新启动了之前暂停的缴漂港项目,并与中国签署了协议。 随着未来可能增建的铁路、公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这一切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接下来,缅甸的政治领导人敏昂来是否能继续留在权力中心,或者政治局势将如何发展,仍然是未知数。 但对敏昂来个人而言,如果能在未来几年内安全退休,考虑到当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